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每一处烛光都是自然光 为什么都是自然光呢 因为据说导演把NASA应用在卫星摄影领域的F0.7镜头搞了过来 这种超大光圈的镜头使很多场景只用烛光就能拍摄 大大增强了场景真实的质感 柔润而不糙又细节必先 画面如同纪录片一般真实 库布里克在本片中追求电影艺术的完美 通常一个镜头要拍20到30次 甚至最后的一个镜头拍摄了整整42天 直到拍出理想的效果 这部作品也理所当然的收获了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 最佳服装设计三项奥斯卡大奖 最厉害的是 在五年后 库布里克又颠覆自己对艺术类电影的理解 拍出了恐怖电影的经典之作《闪灵》 库布里克的确是一个能把所有类型片都拍到极致的大师 用膜拜来形容并不过分 今天我们只说这部古典主义传奇 巴里林登 瑞德蒙巴里是爱尔兰人 他年幼时父亲死于一场决斗 随后他与母亲积居在一副家里 巴里长大成人后 他与自己的表姐恋爱了 此时正是英国青年战争时期 英国和普洛士士盟友 全国备战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能见到军队的身影 到处都是军乐生和轩红的军装 神奇火焰的士兵令巴里非常羡慕 而他的表姐竟然对家乡的州军 本因上位移情别恋 这个上位在表姐的口中是英格兰的贵族 而巴里只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乡巴朗 不久后 姨父竟然也同意了上位表姐的婚事 这样会为表姐的家族 每年带来1500英镑的收入 粗意大发的巴里 在宴会上把酒破到上位的脸上 侮辱了上位 并宣称要跟他决斗 他的勇气得到了胖长官的赞赏 胖长官也因此和他交了朋友 谁知 决斗的奎恩上位是个银样辣枪堂 未战先切 被巴里一枪带走 赢了何犯 由于军人的生命属于国家 法律规定禁止于军人决斗 获胜的巴里被迫踏上了逃亡的旅程 可惜在逃亡的途中 又被两个土匪抢走了马屁和所有的钱物 身无分文的他 正巧在小镇上听到军队招募士兵 每天都给补贴 最重要的是 国王的军队急需兵员 所以军队不在乎新兵的背景 巴里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扬名立万 又能逃避法律制裁的机会 从此他就加入了英格兰的军队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就成了最优秀的士兵 随着步兵团的会师 他在这里又见到了奎恩上尉的助手 胖长官 两人一番交谈之后 巴里了解到 原来当初那场决斗用的是空包弹 奎恩上尉并未中枪 只是装死 而他的姨父和上尉一起演了那出戏 目的就是将巴里吓跑 好让表姐嫁给奎恩上尉 这就是命运 不久后巴里就真正的上了战场 在英法两军的献猎对射中 巴里奇迹般的没有倒下 好运似乎眷顾着他 在尸体队里 他救了中枪的胖长官 但胖长官却因伤众临世 巴里悲痛的送走了 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从史书中赌来的荣誉 总是让人热血沸腾 但是亲自上战场去争取主意 就是另外一回事的 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 令巴里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他觉得自己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荣誉 便产生了逃离军队的想法 终于巴里等来了一个机会 有一天他去打水 通灵到一个叫乔纳森的军官 要去给普鲁士的亨利亲王送信 于是他就偷走了这个军官的证件和信件 假扮成信使做了逃兵 巴里本来打算去荷兰 当时的荷兰是唯一的中立国 想借到荷兰再留回家里 在路上他还与一名丈夫去打仗的留守妇女 发生了一段艳遇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巴里的好运在偶遇普鲁士的杜夫上尉之后 才出现了不理想的转折 由于他的谎话漏洞百出 被杜夫上尉识破了他是盟军的逃兵 又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军队极度缺乏兵员 于是巴里就被强制抓了壮丁 成了普军的一员 在杜夫上尉的手下当兵 两年之后 七年战争也接近了尾声 巴里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救了杜夫上尉的性命 从此好运又来到了他的身边 他获得了军功奖赏 攀上了杜夫上尉的交情 在战争结束后 他努力巴结杜夫上尉 终于得到了杜夫上尉的叔叔警务处长的承诺 要把他调到柏林的警察局工作 还能助他爬上高位 但前提是必须完成一个任务 那就是监视一个上流社会的职业赌徒 独眼骑士 警务处长怀疑这名骑士是一名爱尔兰间谍 因为巴里也是爱尔兰人 所以让他去监视是最合适的 之后杜夫就让他去做独眼骑士的助手 可是巴里在见到骑士大人 听到爱尔兰相应的那一刻 他多年的思想情绪拥上了心头 稀里糊涂就直接坦白了 自己被普鲁士军队绑架之后 又奉命来监视骑士大人的行动 这让骑士大人对他青睐有加 毕竟他相预估之这种事非常少见 彼此都惺惺相惜 后来巴里就干起了算是双面间谍的工作 带回去的情报 都是俩人商议后毫无用处的东西 在追随骑士混迹于上流社会赌场的日子里 他还学会了出老千 从那些王公贵族手里赢取了大量的钱财 但是没过多久 骑士就因为把亲王赢了个清洁溜溜 得罪亲王而被国王驱逐出境 当然巴里也因此被骑士带出了普鲁士 恢复了自由身 从此之后 他就追随着骑士正式开始了赌徒生涯 并发誓一定要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 于是巴里和骑士摇身一变 成了职业赌徒 混迹于整个欧洲 受到各个皇室王公贵族的欢迎 赚得盆满泊满 骑士用签数在赌桌上赢钱 巴里用剑数讨要赌债 他俩的成功绝非偶然 靠的是实力 孕期只是其中的百分之十而已 这种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一直持续到他在英格兰 遇到林登伯爵夫人 这些年的闯荡生涯 让他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那就是想要极深上流社会 必须跟一个有身份 有地位的女人结婚 当他遇到这个美丽女人的那一刻 他就生出了这个念头 因为他的丈夫被疾病困扰多年 已经是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了 在赌桌上 巴里用深情的目光 不断的挑逗着林登夫人 林登夫人差点要被巴里那炽热的小眼神 烧着的窒息过去 在林登夫人要出去透透气的时候 巴里非常适时机的跟了过去 他的出现 也许只是填补了林登夫人内心的寂寞 在他们认识了六个小时之后 俩人就陷入了热恋之中 从此他就陪伴在林登夫人的身边 终日谈情说爱 当然这事瞒不过林登伯爵 于是把巴里叫来 当面羞辱他捡自己的破鞋 这个伯爵自降身份与平民置气 当场还被巴里气得心脏病发 也是个缺心眼 不久就病逝于比利时的疗养院里 至此影片也到了他的下半部分 一年之后的1773年 巴里如愿以偿 娶到了林登夫人 机身上流社会 走上了人生巅峰 改名为巴里林登 这一切既有他自己的努力 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机分子 因为他总能把握住机会 可是婚后的林登夫人 立刻就成了巴里生活里的一件道具 更确切点说 成了巴里的自动提款机 本片中林登夫人的台词不多 只有几句 做的最多的一件事 就是签支票 而他的眼神 在本片中除了结婚前的热切 那就是失望 再失望 一如伯爵没死的时候一样 因为巴里开始混迹于各种风月场所 痴迷于声色犬马的生活 冷落了夫人 就连生了儿子之后 夫人还亲眼看到他与女仆亲热 而且老伯爵的儿子 也就是巴里的妓子小布林顿子爵 总是跟他对着干 当众让他出丑 于是巴里经常毒打布林顿 一次又一次 直到把布林顿打成了懦弱的性格 打得父子关系永远出现了裂痕 另一边 巴里却非常宠爱自己的亲生儿子 布莱恩 只要是布莱恩想要的东西 他全部都给予满足 终于八年后的一天 巴里的母亲说出了他的担忧 他担心某一天 林登夫人厌倦了巴里 或者林登夫人死了 那么所有的财产 都会由布林顿子爵继承 而巴里和儿子 就会在这里看布林顿的脸色生活 甚至被踢出家门 再次变得一无所有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这巴里必须要获得头衔 才能在将来拥有财产话语权 这番话就像一根刺一样 扎进巴里的心里 为了不远的将来 也为了亲生儿子 他决定托人找关系出主意 如何获得贵族头衔 根据历史记载 古代英国只针对政治军事上 有功勋的人物赐予爵位 可见这件事的困难程度 但再难的是 在王公贵族的眼里也不算是难事 他的钱花到位的时候 有位公爵就给他指了一条名路 在面见国王时 公爵特地为他多说了一句话 国王当然乐意皇室不掏钱 又能把非都的叛乱给平了 等平叛成功 再给巴里个爵位就是了 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句推荐的话 就花了巴里无数的钱财 但这都是小钱 最厉害的是 组织大军的费用从哪里出呢 当然是从美丽的林登夫人 签的支票了 巨大的财物支出 令林登夫人的财物也非常吃紧 几乎可以用入不敷出来形容 但是林登夫人从不过问钱财的去向 只是平静的签字 可见他是爱巴里的 甚至不介意他争取头衔 布莱恩是一个被巴里惯坏的孩子 这一天调皮任性 惹怒了布林顿 被布林顿抓住打了一顿 结果巴里又不分轻红皂白 把布林顿打了一遍 这一次彻底把布林顿子爵给打怒了 毕竟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于是就在音乐会上 布林顿故意带着弟弟来捣乱 并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羞辱巴里 羞辱他的出身 羞辱他基于林登家族的财产 还羞辱他背叛妻子 脾气暴躁的巴里当然忍不了 跳起来就把布林顿狠揍了一顿 于是一场音乐会变成了一场闹剧 布林顿子爵就这样离家出走了 巴里林登也从此成了上流社会的笑评 贵族圈子里的流言蜚语 其实他能承受的 等于说 这一次贵族圈子彻底将他排除在外了 无论如何 他都是一个虐待羊子的混蛋 最大的损失 莫过于准备给他弄爵位的公爵 都不屑于再和他交朋友了 那些钱都打了水漂 现在他有的只是一针贷款和债务 林登夫人的收入也几乎无法支付那些款项 爵位的事情黄了 巴里又遇到了一件更加悲痛欲绝的事情 儿子快生日的时候 不满足于骑小马 想要一匹成年的大马 于是巴里就买了一匹 准备给儿子一个惊喜 但是儿子当天晚上就偷偷跑出家里 兴奋的去马场遛马 结果第二天巴里去马场之后 见到的却是从马背上摔伤的儿子 儿子的顽皮和淘气也都是他一手灌出来的 没过两天 儿子就死了 巴里伤心欲绝 他对儿子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 可是儿子还没来得及长大就死了 从此之后 巴里就像失去了生活的目标 终日沉溺在酒精之中麻痹自己 林登夫人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躲在神学里平复心灵的创伤 于是巴里的妈妈自然就担负起 管理家族财务的工作 如今的林登家族财务上捉襟见肘 所以巴里的妈妈就准备辞去林登夫人的牧师 这个牧师兼家教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 突然被一个外人赶走 当然心中不愤 凑巧林登夫人由于太过悲伤 企图服毒自杀 但是服用的毒药又太少 只是加重了她的病情 于是牧师和会计 找到了流落在外的布林顿子爵 要她拯救妈妈 拯救这个家族 子爵为了挽回自己的荣誉和尊严 选择与巴里决斗 他们之间的决斗在一间旧教堂里 这种教堂与鸽子的经典镜头 是否似曾相识 其实我相信 吴大导演也曾受过这部片子的影响 胆怯懦弱的子爵 在抛硬币获得首发权之后 竟然过于激动 拔枪走火浪费了一发子弹 他一脸懵逼的要求再打一发 但是公众人说 你已经打过一枪了 轮到巴里了 子爵立刻就被吓得魂不附体 镜头推到巴里的脸上 一生身经百战的巴里 又何尝不知道杨子的心情 他平静地朝地上射了一枪 这分明就是要和子爵 兵士前嫌的信号 本来这样算是平手 可以结束决斗 但是子爵根本不买账 并没有中断决斗 因为他对巴里的恨 唯有喧血 天中洗刷 于是他又举起了手枪 一枪击中巴里的小腿 那一刻他似乎找回了 丢失了很多年的自信和尊严 而巴里的左腿伤及动脉 没办法抢救 只能截肢 子爵在回家的马车上 平静地交代了 对巴里的处置结果 他再也不是那个懦弱的人了 牧师听着子爵的安排 脸上闪过一丝嘲弄的微笑 处置结果就是赶走了巴里母子 每年付给他500基尼的 终生养老金 但条件就是 让他们永远不要再回到英格兰 如果巴里继续留在这里 他的债主们会把他告到坐牢 因为这些年 他把林登家族的金钱挥霍一空 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巴里无奈 坐上马车和母亲回到了埃尔兰 绕了一圈 他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 除了多出这数年浮华而又伤心的记忆 他就像当初走出埃尔兰那样 变得一无所有 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林登夫人 有人说他后来重操旧业 做回了赌徒 但没有之前那么成功 最后林登夫人在签支票的时候 恍然看见一张支付给瑞德蒙巴里养老金的支票 他的眼神茫然地愣了一会儿 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 在沉默片刻之后 他又恢复了些正常 精神却多了几分萎靡 默默地在支票上签下了名字 上述人物的悲欢离合 发生在乔治三世时期 不论贫富好坏或美丑 现在都以平等归土 这就是库布里克大师的结语 小人物的一生被他拍成了史诗 拍出了波澜壮阔的感觉 拍出了那个时代的悲凉与无奈 一个好的故事 总能让人从中借借一些经验教训 其实巴里的运气不算太差 让人唏嘘的是 他又为何会落到如此天地 我想假如他知道珍惜 珍惜眼前人 珍惜身边事 那结局肯定不太一样 相信每一个小伙伴 都有不同的看法 人者兼人 智者兼智 欢迎小伙伴们留言讨论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